想到中国连年进台湾水果 外交部长吴钊燮切不打一处来 出席台日水果季 吴钊燮活力全开狂呛中国 同场的陈建仁同仇抵抗 我们农业部也努力来拓展水果外销 我们不再依赖中国大陆为唯一的市场 想方设法打压台湾生存空间 中国不只对农产品下手 还把脑筋冻到我友邦身上 2016年蔡总统上任后 中国随即夺走我国中美洲友邦 胜多美普林西比 隔年又迫使台湾和巴拿马终止外交关系 更别说透过巨额金元方式 让我国在2018年一次丢失了三个邦交国 赶在明年卸任前 总统九月出访我国在非洲 唯一友邦史瓦蒂尼 难道是担心中国又出手 因为就这么巧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前脚才到南非出席金砖国家峰会 两岸元首不到一个月内双双到非洲出访 背后的政治角力不言可遇 在对岸强权操作下 我国外交考验持续加剧 蔡政府做好万全准备 严防断交带来的骨牌效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